好没问题 在国内的话 我们在这个月底 我们要成立一家 我们的这个类似份公司 也许就是独立成为一个公司都好 那就是不要用那个公益 就是不要用非营利机构的名义 而是用一个电视台的这个媒体的名义 来去制作节目 或者是来去发展这个业务 那你们对这个做电视 做广播电台 做这个做媒体 就是做报道 这个包括这个电子报 电子周刊 或者是网络的 有负担有兴趣的 你们都可以跟这个Wilson来联系 或者跟老师直接联系都没问题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将来已经讲好了 我跟美国同工都已经讲好了 我们就是按照KUG的这个对外的所有的合作 就是1333的比例来去负责 比如说他们是出资方 那他们拿30% 但是神国的KUG一定要拿个10% 然后留下来给神的国度使用 那么其余的我们还要有工作人的人 还有30% 还有KUG自己的团队的弟兄姊妹 所以基本上都有了 但是昨天有一个值的变化 哎呀我们真是很感恩 这就是突然之间 这个我们打开了一个通道 打开了一个通道 我们已经决定是这样子了 30%因为是美国出资的 就是给那个原媒体公司 美国总公司 其余的70%我们分成一半 分成一半 那么35%里面是给神国度使用 那么其中的10%是KUG Foundation 它必须要用 那另外的25% 我们其中会分成这个五大块 那有一些这个劳苦功高 好多年都在这个服事的 然后他们也没领薪 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一直中心的服事 然后我们都会分给他们 然后其余的10% 看看还有没有新的统工 那他们能够为主这个中心摆上 我们一起来跟各地来去分享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35% 就是哪一个地区的弟兄姊妹 带进这个业务成长各方面 该给他们的全都给他们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 台湾地区成立 那么香港地区 我昨天跟那个Francis 姊妹也讲了 他也会成立 然后马来西亚也会成立 然后以后的话 我们那个G12的会议 不是全球的 包括巴基斯坦各方面 我们都要成立 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居然会有这么 这么美好的一个发展 那昨天是2月1号 那我其实有36小时 几乎没有什么睡 你们都看到了 你们昨天看到的老师 其实都是在办公室里面 根本没出去 我睡在椅子上 但今天好多了 为什么 神就是很奇妙的做事 因为这个公司说 要2月1号出电视 出什么报纸 只有我一个人 是从楼到尾 真是把这个当命令 好好去执行 使命必然的 其他的呢 都是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结果很奇妙的是 到了最后 因为他们说不可能 他们就没有什么份了 那这个 我们的这个 何希特同工 他们就觉得说 哎呀 还是KOG的团队可靠 还是KOG的团队可靠 所以后面的话 就整个的打开来 给我们了 哈利路亚 我们真的是要赞美神 也就是说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 KOG团队有一项 这个事工 是不需要大家花钱的 只要大家努力就好 他就可以养生了 就可以养活我们好多 各地的弟兄姊妹了 哈利路亚 所以我要去 请弟兄姊妹 为这件事情 大大的祷告 你如果有负担的 你参与都没有问题 老师会跟你讲 很多的细节 但是你有工作 你不要为了这个事 而伤脑筋 你就是去工作 反正我们过日子 倘若你愿意 先用这个兼职的方式 然后去试试看 然后可能交给你一些 这个文章 然后你去念 可能交给你一些广告 然后你去帮他制作成 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 一句 就是用念的 念的方式就好了 那个 我觉得很多东西 其实 因为现在AI都可以做 好了 老师也会 找机会教你们 怎么样制作AI的影片 因为我们以后的电视台 有一个特色 就是全数都是AI化的 所有的内容 都是AI处理出来的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希望有童工 有感恩 感恩的心 愿意来承受 承接这么一样 很大的福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交给 这个国内的弟兄姊妹 特别是交给你们当中的 某些忠心爱主的人 好不好 好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讲的差不多了 那个 什么还没出来呢 我一直在等 还没出来吗 来来来 我看看 看看我这边 可不可以直接出来 来 我看看 我这边可以出来 感谢主 出的来就可以 好 来 童子没看得到了 老师没看到 只是看到你来了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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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弟兄姊妹 为这事情 金牧师 我需要您成为 这个机构的一个 这个代导者一位 还是监督 看看有什么地方 做得不好 你就出来讲话 反正我们就是 一切靠主而行 一切靠主而活 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这样办 既然是出于主 我们就按照主的规则来做 你看看 我们真是不按照 世人的规范去做事 世人是什么 你给我钱 我就做事 你不给我钱 我就什么都不管 我们主里面的 真不是这样子 我们从头到尾都是 主啊 我愿意你成就这件事 我们愿意来协助 弟兄姊妹 完成这个功 我们的心态不同 所以我们给的是 远远超过 我们要去索取的 久而久之 谁会相信谁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一个通达的道路 你看看 我老师昨天前天 一直在强调 这个仆人的那个事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讲仆人的事吗 因为我自己 就是在经历这件事 我在经历什么 我在经历 凭什么仆人会 得到那个 那么通达的道路 凭什么一般人 就什么也没有 觉得牢牢陆路 搞了半天 什么也做不出来 我找到他 那个里面的一个 有一个关卡 这个关卡是什么 就是一个 成熟的心 倚靠的心 然后呢 是仰望的心 感恩的心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我看任何人去做 都不一定做 你看看那个仆人 老师是看着那个仆人 做我的事 你知不知道 我是看着那个仆人 做事 第一 这个仆人在 每一件事情上 因为亚伯拉罕 他自己也是如此 年纪老迈 向来在一切的事上 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向来都是如此 向来都是如此 为什么 他依靠神 神也祝福他 对不对 然后所以 因为他知道神是赐福给他的 他跟这个 委托他的老仆人 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 什么意思 最忠心的 最忠心 弟兄姊妹啊 你能够一直跟着 这个我们的团队 天天过日子 你这个是 神必然的话 要去祝福你的 我们在这边 我们凭什么 给我们那么大的祝福 是超过世人 怎么求都求不到的 你知道吗 这些世人 想要求 不要说70% 5%都拿不到 但是我们居然拿到 70%的比例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实在是神做的 不是人做的 但是也是因为 他们对我们的忠心 他相信我们是 忠心耿耿的 真的是在做事 而且绝对不会 给他出意外 人家才敢啊 然后这个老仆人 如果不忠心 这个亚伯拉罕不知道吗 亚伯拉罕会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吗 不会嘛 对不对 亚伯拉罕会叫他启示 要向天气的主启示 而不是向国启示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就是让神去管啊 所以这个产业 我们是让神去管的 我们是交给在神的手中 交在这个每一个地区 弟兄姊妹的手中的时候 我们同时交给神 我们让神去看 让神去看管 我们根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 然后要去做的事情 要完成神的工作 那 哎 你要知道 以撒取妻 他预表了什么 预表的是基督耶稣与教会啊 基督耶稣与教会的连结 哎呀 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基督 已经道成肉身 为人死 为人复活 那各方面的过程已经经过了 他要怎么样伸出教会 用他的肋骨啊 那个塑造出一个新人 对不对 哎呀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我要称他为女人 什么意思啊 这夏娃就是教会的预表 而基督 其实这个亚当就是基督的预表 所以以撒取妻 本身就是基督与教会的 这个连结的预表 那怎么来啊 教会在哪里 教会在外邦的地 巴弹亚兰 米索不大米的地 从那里 把从本地 本土本家 这好像我的腹中 这个肋旁啊 拿出来的 然后做这个形成的 也就是说 这个是从我的根本那边出来了 然后呢 要把它迎娶回来 听懂吗 哎呀 那听这个 所以这仆人就好像什么 圣灵的工作 哎呀 父神啊 在那边啊 要求他 然后就是圣灵 你要去 为这个儿子基督 然后迎娶教会 你有没有看到 圣灵的工作 就在那边 在做引导变化的工作 当这个仆人 蒙受的这个 这个父神的这个启示 还有这个要求 还有这个要求 命令 出去前往 然后迎娶 为基督 允许这个教会 为期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怎么样 谨慎 他就必须要 这个 连接 他必须要忠诚的把这件事摆在他心上 然后呢 他就前往 他带着一切基督的丰盛 十匹骆驼 又有各样的财物 前往 到了南河的城 从外邦之地啊 要把那个教会 迎娶回来 然后呢 哎呀 这个女子是怎么样成为神所建 建故呢 第一 她是 每天都出来打水 不是在家里面睡懒觉 第二个呢 她这个 又是 愿意 是殷勤 愿意啊 劳苦的 然后对长辈啊 对人啊 是亲近的 对人啊 是啊 这个是 恭敬又谦卑的 然后 哎呀 他讲了很多教会的那些 属灵的 这种某些的气质 还有他的性格 和那种属性 都不简单的 弟兄姊妹 然后后来就把这个 慢慢的变化 让他知道 他不再属于他原来的地 他乃是属于这个基督的 然后 问他 你愿不愿意 他愿意 我走 你愿意离开你的本地本基督 附加吗 我走 我走 我去 这个事情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啊 这个女子实在是听从神啊 听从那个圣灵的呼召 也听顺从在基督的里面 虽然我未曾见过她 却是爱她 这不就是教会吗 这不就是教会吗 所以好多好多的事情啊 神也借着圣灵给他金环 这个给金皮环 然后给他金拙 在他的文味的能力上面啊 就是他的嗅觉上面啊 让他敏感 让他跟随主 你知道那个牛的鼻子啊 那套一个环你知道一个干嘛 牵着他到哪里去就到哪去 因为他是最柔弱的地方 但也最敏感 你只要控制那个地方 你控制他的脚 他可以不动 但你控制他的鼻 他爱 你这个主人把他带到哪里 他就得去哪里 这就是鼻环的概念 所以 你就引领他 到哪里 他就到哪里 他顺服下来 那手拙 也是金的 神圣的性情 靠在他的手上 他今天开始的 不再为自己做什么事 他也是为了天上的主 到为了神 然后做这个神圣的工作 这很奇妙吧 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意思啊 所以老师说啊 不要小看这些话 这些话啊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单纯的 我是谁 我讲了 我是啊 比土地的女儿 是密加和南赫之子 比土地的女儿 太好了 这居然啊 圣灵啊 借着神的淫灵 带到他主人 付这个兄弟的家 哎呀 我家有 主有粮草 我家也有住宿的地 那个人 那个仆人就干什么 向着耶和华低头下摆 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 无论做什么 通通不会把那个功劳啊 就是抢了 哎呀 夺那个什么 这个 夺取那个什么 那些权位 权位 地位 功劳 的名义 没有 他就是所有的一切 感谢赞美主 我要奉献给主 我要这个 平靠主的心 我要完完全全归荣耀给神 就是这样子 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 你会不会这样做 我们这段时间呢 几乎每一天都在 都在经历这样的事 我知道为什么神 扭转了这整个局势 让这么大的一个机构 能够完全地靠向我们 整个KOG 我很清楚 因为我就是学那个 仆人啊 你去世界上 找工作 你能够找到 这么好的工作吗 人家愿意 把那个上好的权给你吗 不会的啦 你没有表现出来 那凭什么 人家 人家为什么要信你啊 我就后来发现说 主啊 我真的何等的感恩啊 我们什么也不是 我们是照着圣经行而已 我从头到尾 我不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几天 每天都跟你讲 那个仆人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老师 就是用那个仆人的心 然后那个心态 那个做法 去应对这个世界的事 我没有做过世界的功啊 我没有做过 也没有时间做 但是呢 我就觉得很奇妙 当我父亲 当我父亲 离开前不久 他就好几次跟我常谈 他说 文啊 你啊 哎 怎么讲啊 就是啊 我是 我们家里面 学问最高 赚钱最少的一个 这个 赚钱少到 连那个 我们家亲人都看不起我 我也不在意 我就说 我都交给主了 我跟你们 我没办法跟他们讲 哎呀 我父亲说 你这个 反正啊 他的意思就是 我也很清楚 他说你要照顾到你家了 你这个都没有照顾到家人 你也没赚钱回来 人家怎么看啊 那那那那 他走了 妈是谁看啊 照顾啊 那那意思都很清楚了 我们都心理神会 他没有 他没有压迫我 但是我很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 还是希望我有一点 做一点事 不要老是哦 就是 他 他 以前十几年了 动不动就骂神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难过 为什么 他说是 你们教会把我们家都拆了 然后把我们家都 都卖掉了 我和儿子都跟麦给住了 几十年都不见了 哎 我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有时候我 我跟我夫妻 真的讲不出几句话 就 我也不想跟他吵 我就是为他祷告 我就为他祷告 我母亲每次跟他 只要讲到主 他都非常反感 为什么 其实也是因为 我们一些基本的事情 他们认为是最基本的 你先照顾到自己的假 这个 什么 什么都 这个讲 什么都是假的 这个比较是真实 如何如何的 所以他们才会对神有误解 所以我就在他最后的一段时间 我常常的陪伴他 常常的跟他讲 不是啦 我们不要误解啦 然后后来 我最开心的是 就是我们那个妈 到菲律宾呢 到菲律宾那一段 那个我们十个小时 那个节目 他是生平第一次 不是在骂我 不是叫我关掉 不是叫我怎么样的 制止我 反而就是在那边静静的听 我在那个海外怎么样呼吸 哎呦不要讲 我很高兴 他过后 他过后 天的那个十个小时 我知道他很在 都在睡觉 都眼睛闭着 因为他呼吸不方便 所以要坐着睡 就要跟我昨天 在这一只手 我知道 每次讲 多多多意思 哎呀 真的是 都过去一个多远 我就要发现了 我来到美国 我就想到附近了 我就去 接受了这个 生平的第一个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也可以工作 我从来没想过 所以这个是我 生平真正的 意义上的第一个工作 你怎么这么想住啊 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但是我实在没想到 主的祝福是这么的大 主考太多太多 超过人所求所想 我想把工作当成不是谁 这很奇妙 董工也跟我讲 哎呀牧师你太软了 人家 根本就在欺负你 你也跟人家 好好地说 没有时间浪费啦 我们都要做事了 你就叫他们做什么就好了 我以前也不太习惯 因为人家口头上 趁你牧师的时候 就要占你便宜的 我也碰过了 后来 我碰到一些 实在是很无理取闹的 这个世人 就是这么坏 但是我就发现说 我至少占得稳 我没有占你一点便宜 我还要被你们证明 我还要是怎么样 我还没话 我让你没话可说 他们还想要说话呢 这么坏的人都有 不是 我说 以前我在教会里面 太被保护了 现在出来一下 就看到人心的险恶 所以 那个 童工为了保护我 都不在外面教我牧师 教我什么林博士 免得人家占我便宜 我说 我谢谢他们 没问题 所以以后的牧师 只有你们有资格叫 其他人 我还不接受呢 哎呀 坦白 哎呀 真的很感恩 其实就这么短 不到50天了 不到50天了 神的工作 居然在我们这边 这么大的一个 谁做的 你说是我做的 我根本不相信 我就觉得好像是那个 你说那个老夫人 做的这么好 做的这么有果效 真的吗 是他做的吗 根本不是 是神做的 哎呀 好了 实在是耶和华 赐得风打的道路 他这个做事情 雷厉风行 不要耽误我 不要在那边 婆婆妈妈 写话加成 打发我走吧 我要回到我辅助的那里 啊 这个实在是 非常有效率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工作 就是要必须要有效率 而不是在那边 好像谈情说爱一样 那个 我们在做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啊 常常是为了顾惜人 哎呀 一件事情呢 讲了半天 人的心才会被柔软下来 这 这么多年呢 我都是这样的照顾人啊 所以碰到那个弟兄姊妹 那个脾气又发了 又又又又又干嘛了 我也知道啊 他就是发发脾气 就是人还是好人呢 那只好怎么样呢 还是要柔下来 还是要 这个向他们低头 向他们说 好 这个 这个好听的话 让他们能够接受 让他们能够过得去那个关 都是 牧者的心肠的这样嘛 你知道现在怎么样呢 我 我们弟兄 怎么样跟我讲 牧师啊 你现在是管理啊 你不能这样子做啊 你说什么事情 你去叫他做 实在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推到我身上就好了 就是推到这个公司 推到这个老板身上 他说 你不能跟他们再这样子啊 拖拖拉拉 那我们还要做什么事啊 这个就是 不能说 说的话 你知道吧 神既然带领我们 就不要耽误 赶快做 让我回去 完成这个功 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 跟弟兄姊妹讲话 可能这样的时间 我大概每一天 就是我奉献给主的这一段 这个 这个时间啊 就是每一天 是我跟主之间的 这个亲密的时间 我拿来跟弟兄姊妹一起过日子 就是了 其他多时间 我们可能是这样子的啊 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公司是什么公事 公办就是啊 不是说我们好不好 爱不爱你 没有这回事 是在做事 不是在做事中啊 然后还给你浪费时间 没有这回事的啊 这个 这个是 工作 哎呀 我后来发现 那个仆人是 的的确确这样 他没有那些这个 情面的事情 他走了就走 不要就不要 不要耽误我 是吧 我真的 但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 我们读到非常多 生命里面的功课 如果 弟兄姊妹 老师上前 我都没有做过事业 从来没有好好 做过事业的工作 从来没有 我们都可以上前 在这么短 不到四五十天 这个是 十二月二十八号到这边嘛 那么到现在又怎么样呢 才二月二号 大概就是 三十天 再加个两三天嘛 不到四十天的时间 不到四十天的时间 老师都可以 提出这样的一个 祝福 你们不能哦 你们的做事业的人 你们做不出来哦 我从来没做过事 所以我这次还是 当然不是说 我没做过事啊 没做过这个属世的工作 没有去赚钱过 只有个意思而已 这个 不要误解我 哎呀 主啊 我只能赞美神 我只能跟主说 主只有你 唯有你适配 唯有你赔得 人虽然不能的 但是在你凡事都能 当这个圣灵 在那边引领教会的时候 教会来到主面前 看见基督 看见以撒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 他不在那个高高在上的 坐在那个骆驼上 骆驼死的骆驼都比马大 什么意思啊 骆驼很大的 骆驼是比马大得多了 那个体积呢 他不是在高高在上 他急忙的下了什么 下了骆驼 他从那个高处降低下来 在主面前的时候 然后呢 神明把一切所行的事 所办的事 所经历的事 都告诉了主 他的主人就是什么 以撒 以撒怎么样 以撒就领着立百家 基督就领着教会 进入了他的帐篷 他什么意思啊 Tent 取他为旗 Tent of God 神的帐幕的概念 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里 取了他 爱他 连结于他 与他合一 这个什么意思 他们就 恶人成为一体 就是基督与教会 极大的奥秘 就在这里 这个是 基督与教会的 那个连结的过程 好单纯啊 真正忙碌的 不是基督 真正忙碌的是 那个仆人 是那个圣灵的工作 懂吗 好 我们到了25章以后啊 有一段话 都是在这边 还没有看到的 在这个 我们之前 虽然有讲到 雅各 以撒的 这个 以撒的所生的 这个以扫汉 这个雅各的事 但是实际上呢 在25章 还有一大段 这一段呢 我们要讲完以后啊 我们后面的 才会接续的完成 在25章的时候 当这个 以撒已经取了妻了 哎呀 这个亚伯拉罕啊 真实的 肉体的状况 就显露了 他取了妻 叫基督拉 生了 新兰 约三 米旦 米甸 伊士巴 和舒亚 六个孩子 所以你说 这个亚伯拉罕 一生到底 生几个孩子 我告诉你 这个 以士玛利一个 这个 夏甲所生的 然后再来是 撒拉所生的 就是以撒 后面呢 基督拉还 居然在他老年的时候 都一百多岁了 这个我们常常讲啊 老不休 就是这个概念 还在生了六个 所以他总共八个孩子 总共八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们啊 又生了一堆 他是先讲基督拉 生的 生的什么 那 这个 以士玛利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吗 对不对 生了十二个孩子 就没有 这个 一个大夫了 这个以撒呢 吃吃不生育 那后来好不容易就 崩出了 这个一对宝 对不对 这个 基督拉不是生的 新兰约山吗 约山生的士巴 有没有听过 士巴的女王呢 就是这个士巴 所以啊 穿的都是本家的人啊 都是亚伯拉罕的家族的后裔啊 所以士巴的女王 来到这个 所罗门王面前 这个 就爱慕她们 这个就是这些故事啊 好 底旦 对不对 但底旦的子孙呢 他是讲约山 身底旦 底旦的子孙呢 是什么 是亚书立族 立都市族 立乌米族 好 这几个 你可能搞不清楚是干嘛 到底他们现在跟世界上什么人是相关的 简单讲 阿拉伯民族啊 他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族 他虽然核心啊 是以史玛丽为主啊 但是啊 一切统称在东边的弟兄们都是阿拉伯民族嘛 那那东边的弟兄们是谁啊 你要知道迦南美帝是靠近大海的地中海的 所以东边的弟兄们通通都是啊 这些啊 这个新南 约山米帝 米帝米帝 伊斯巴跟苏亚等等 东边南边 通通都是啊 那 这个米帝的呢 米帝老四的儿子呢 叫做以法以福 哈诺 雅比大 以乐大 讲了 这个六个孩子 只讲约山和米帝 然后就统称为基图拉的子孙 很有意思啊 他没讲别人哦 他没讲新南的孩子啊 他没讲米帝的孩子啊 他没讲伊斯巴的孩子和苏亚的孩子 他只讲这个约山和米帝 为什么 圣灵在这边创世纪就写了 因为这些孩子的后代都跟这个什么 都跟以色列有相关性 世巴底旦都有相关 米帝更是相关 对不对 米帝呢 后来他所生的就是那个 耶特罗 耶特罗是摩西的这个岳父 米帝的孩子 对不对 后来呢 报米帝的仇 又杀了米帝的武王 那这个是什么事 就是跟那个创世纪25章 这方面的事情有关的 好亚伯拉罕呢 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上 听清楚这句话很有意思 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 给了一切所有的 但是却下一句就马上讲 他就把财务分给他输出的种子了 那这个财务不是一切所有的吗 所以啊你要搞清楚 一切所有的啊 只称他那个长子的名分 双倍的土地 然后呢 君王的职位 祭祀职任 这个是一切所有的 那么财务啊 神外职务啊 该散一散啊 让这些孩子都都 趁着自己还在的时候 打发他们离开 他的儿子往东方去 有没有 往东方去 因为他住在什么 在住在西伯伦呢 打发他们离开以撒 从西伯伦这个位置 往东方一去啊 就是跨了这个 因为他西伯伦呢 很下面的啦 东方去的话呢 还要跨过那个沿海呢 反正总之就是啊 无论他哪里去啊 就是远远的离开他的儿子 就是啊 免得他们将来打仗的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岁 175岁 他是100岁的时候 生的以撒 所以是在75年的 以撒75岁的时候 对不对 亚伯拉罕才死亡 但是以撒什么时候 生以嫂跟雅各呢 大概60岁的时候 也就是说 亚各跟亚伯拉罕 有重叠大概15年的世界 懂吗 好 那么亚伯拉罕受高年脉 弃绝而死 归到他列祖那里 本地本家呢 那里面去了啊 那他的两个儿子 叫以撒和以什玛利 其实他总共有八个儿子啊 那他不要将其他都回来了 就两个儿子 核心的啊 这个以什玛利 在真正讲起来 是老大嘛 肉体 肉身的老大 好 但是在圣灵里面 以撒是老大 所以以撒写了前面 以撒和以什玛利 把他埋葬在 麦比拉洞里 而这洞在麦利前 而赫人 所辖的儿子 以弗伦的田中 四百社科 买下来了 天价了 101大炉了 就是啊 亚伯拉罕 向着赫人 所买的那块田 所以就一直在澄清这件事 这不是人家送的 这是他买的 这个亚伯拉罕呢 真的啊 我这段时间也经过这个事 他为什么不愿意拿这个 以弗 这个叫什么 所多玛王的任何一根线 一根针呢 堵住他们破口 堵住他们那个邪恶的嘴 因为这世人很坏 不是他的要说成他 真的真的 我现在才知道 也不是现在才知道 早就知道了 只是没有去经历过 经历到的时候 才知道人心险恶到这种程度 人很坏啊 根本就是 你自己是有问题的 你要骂人家有问题 还有 道德至高点来骂人家 根本就是乱来 哎呀 真的 不容易 所以 我就知道 难怪啊 哎呀 我们这个 弟兄姊妹啊 跟我讲啊 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方式 你跟他们讲什么都没用 你必须跟他们讲什么 你必须 就是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的那种 这个 这个叫什么 优胜劣败 人才看得清 好难过 我觉得这个世代 真的是 真的是败王的世代 然后说我后来就怎么想 我就想到亚伯拉罕 他是怎么面对这世界 你一根针 一个切 我都不要 老师昨天就这样干了 你一个 我都不要 没关系 我就不要让你 免得你说 到处说 我这个 李牧师是因为你 是没有办法 而富有的 我不要 我一个 先一个 真的不要 哎呀 我现在是 终于理解 这个亚伯拉罕 那个 为什么那个气度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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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有他的道理啊 有他的道理啊 感谢主 然后呢 亚伯拉罕 向赫人买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 就和他的妻子 撒拉 都葬在那里 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 神 还是在那边赐福 他的儿子 以撒 以撒住在哪里啊 住在 靠近那个 比尔拉海来 那个地方 是神纪念的 那个景啊 那 这个 撒拉的 使女啊 就是 埃及人下甲 是吗 他不是给 亚伯拉罕 生的儿子吗 叫做以什玛丽吗 这边呢 就补移一下 也就是说 25章 是在讲亚伯拉罕 他 这个 家世的补充 前面呢 是讲基督 他的六个儿子 后面是讲 以什玛丽的儿子 而以什玛丽的名字 按照他们的家婆 就记在下面 好 这边是圣经里面 唯一一个记载 以什玛丽的家土的事情 以什玛丽的长子 叫尼拜约 又有基达 亚德别 米比山 米什巴 米什玛 杜玛 玛 玛萨 哈达 提玛 伊图 拿菲斯 还有迪玛 好 这十二位 这是以色列 以什玛丽 众子的名字 照着他们的村庄 迎战 就做了十二族的族长 好 这个 以什玛丽活多久啊 活了一百三十七岁 好 来 弟兄姊妹 以什玛丽出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八十八岁 对不对 十三年以后 才生了那个以上 也就是说 以什玛丽 活到了一百三十七岁的时候 你扣掉八十八岁的 这个亚伯拉罕的年纪 那亚伯拉罕的年纪 八十八 生了以什玛丽 以什玛丽再加了一百三十七 那么亚伯拉罕呢 则是活到的一百七十五岁 就是说一百七十五 加上十二 七十五 九八十七 在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呢 以什玛丽大八九十岁 八九十岁 然后后来一百三十七岁 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 也是不错了啦 跟今天的人呢 哎呀 还是不一样的 他子孙的住处啊 在他的众弟兄东边 众弟兄 他的众弟兄其实 不就是这个 因为他讲的是众弟兄 他讲的是众弟兄 his all his relatives 其实众亲戚而已 那么众弟兄的东边的话 那他众弟兄是谁啊 当然以撒是第一个 他还有另外的六个呢 基图拉的孩子 他在这个基图拉孩子的东边 了解吧 所以还更远啊 好 亚伯拉罕以儿子 以撒的后代 则记载下面 所以这二十五章 基本上都在讲 亚伯拉罕的补仪的事情呢 后面呢 到底生的谁 生的谁 直接讲了 故事都不讲 众心都没有摆在这一身 只是把重要的人物 点形一下 亚伯拉罕生的以撒 而以撒呢 取的那百家为妻 那时候啊 取妻的时候 四十岁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九十岁的撒拉 到了一百二十七岁的时候 过世 但是总共在 以撒三十七岁的时候 听啊 以撒三十七岁的时候 撒拉过世 他末世以后 又过了三年 然后采取以 立百家为妻 所以这个三年呢 他有一点浑和不知所措啊 好像这个基督耶稣啊 在那个三年之后呢 教会才产生的概念啊 这个三年的时间 他就在那田间默想吧 好 第一百家呢 则是八代亚兰帝的亚兰人 亚兰人 那么比土利的女儿 是亚兰人 拉班的妹子 亚兰话 就是属于这里的话 懂吗 所以亚兰 其实跟以色列 也有很深的关系的 主要 立百家是亚兰人 亚兰人的妹子 拉班的妹子 那么因为啊 这个以色 他的老婆不生育 结婚的许久 结婚都叫 二十年都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为 这个 我觉得很奇妙 以色 这个萨来啊 萨来长得漂亮 不生育 这个 立百家长得美丽 不生育 这个知不知道为什么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了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 立百家就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以后啊 结果啊 这两个孩子啊 在他腹中彼此相争啊 哎呀 立百家就说 哎呦 如果是这样 我干嘛活着呢 哎呀 我的天啊 我这个 这个 我老公是 真的 哎 你要知道哦 这不生育有六十 总共到六十岁哦 呀 立百家 被娶的时候 以撒是四十 对不对 那么 不生育的时间 总共有二十年了 哎呀 那那那立百家年纪 至少 至少也这个 也四十岁左右了 差不多 至少至少 那可能搞不好还童年呢 这个 好 那我活着干啥呢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The children struggle together with her And she said If it be so Why do I leave She went to inquire of Yahweh 这个很好玩啊 他说 哇 这个孩子啊 在他里面打架 他就说什么 哎呀 如果这是这样子 我为什么要活着呢 那他痛苦干什么呢 哎呀 他就跑去啊 求告 求问啊 Yalui said to her The two nations are in your womb Two peoples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your body The one but people would be stronger than the other people The elder will serve the younger 哇 就这句话 奇妙 这个孩子是孩子 都还没出生 根本就还没出生了 神就已经知道了 神就已经知道了 两国在里附中 两族要从你身上而出 这族必强于那族 而将来的大的还要服侍小的 奇妙吧 孩子没生出就定下了孩子终生大事一样 而且早就知道这个必须 必定就这样成就了 这是命令呢 还是你自找的呢 如果老大知道这个事 他可不可以改变这个改变结局呢 我曾经多次的思考过这个事 到底是宿命呢 宿命论吗 就反正神都安排了 你就永远都这样 还是你可以啊 这个 改动神的宿命 其实啊 圣经里面有很多次都跟我们讲过了 神是会后悔的 比如说神造人他就后悔了 后悔的意思是 他洗灵可不造 对不对 那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啊 其实神其实是可以变通的 你看看啊 神不是原本啊 是要呼召以色列民出来吗 以色列民啊 不像话啊 他那时候讲什么 我要让你 你的后悔 你是怎样 摩西的后悔 然后承接这个所有的祝福 所以神是可以改变他的祝福的 神是可以改变他原来的这个命令的 绝对不是说永远都这样 除非这个孩子就被神所说中 然后又没有这个什么改变的心 他哒哒哒的 只想着那个杜妇 只想着肉体的情欲 他才不管人的想法 他根本轻看着这个什么 神张子的名分 神早就知道这孩子的性格就这样 生产的日子到了 腹中果然是双生子 鲜产的身体发红 全身是有毛的 好像皮一样 哇这个毛也实在太多了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做以扫 以扫就是有毛啊 那么然后呢 又生了以扫的兄弟 手呢 则抓住以扫的脚跟 在出生的时候 这个抓着 这是夺脚跟的 抓住人家脚跟的 所以给他起名叫什么 叫雅各 雅各是什么意思 抓拿的意思 抓住的意思 这抓住呢 有毛的 这个立板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啊 以扫已经六十岁了 高龄哦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扫就善于打猎 以扫 那么常常在田里面呢 杀害这个 这个生物 动物 尾身 哎呀 很高兴 人家死了 他里面快快乐乐的 就是啊 这个 用人的性命来 这个来让自己喜乐的意思 然后让自己保住 那么这个雅各则为人安静 常常常住在帐篮里啊 Jaco was a quiet man Living in the tent 好 很有意思啊 这两个人的性格 这两个人的性格明显不同 光是讲这句话 你就是老大外向 老二比较内向 或者是说 讲的更直接一点啊 老大比较外贤 老二比较什么内敛 再讲的更细一点 他就是老大比较那个什么 大辣辣的这个不修蝙蝠 老二呢 却是心思细腻 讲的难听觉得诡计多端 就是这样子啊 抓住的 抓夺的意思 从小就这样了 那他会说 他会喜欢说 我跟你一起生的 你凭什么 我永远叫你大哥啊 你叫我大哥才对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以撒呢 他没有那个梦的经历 他没有听见啊 没有直接听见耶和华 对他说话 这个男人啊 就是脑筋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病动不了 神对这个利百家说的话 难道不就是对以撒说的吗 是耶和华说的 他不听吗 哎呀 但是啊 以撒就是爱以扫 为什么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啊 哎呀 好吃好吃好吃 那利百家呢 去爱雅各 利百家的爱 是基于他听从神的话 因为知道这孩子啊 将来要胜过呢 打的 有一天呢 这雅各啊 就熬汤了 以扫呢 从田里面呢 回来累欢了 哎呀 那时候啊 他这个去打猎 有时候 exalted的 完全的就是消耗殆尽了 搞不好打了一只这个 不是 这个也熊了 那个那个力气也很耗了 对不对 以扫就对雅各说了 哎呀 我累坏了 累坏了 求求你吧 把这个红汤给我喝吧 哎呀 那以扫就叫做以东 以东就是红汤的意思啊 红啊 啊 please please 啊 请啊 feed me with the same restrope and for I am famish 我快要累婚了 你帮我吧 Therefore his name was called 以东 以东就是这样来的 以东就是这样的 那两个说话啦 你要 这个红汤可以 我可以给你 但你要给我一个东西交换 first sell me your birthright 哇 好会做生意啊 好会做生意啊 你要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我这个东西不是免费给你的 我这个东西你要付钱的 付什么 长子的名分 birthright 这以扫就说话啦 behold I am about to die 我死了 what good is the birthright to me 张子名分对我有什么意义处呢 吃比较有意义处啊 吃比较实际啊 那雅各说话啦 swear to me first 你先跟我发誓 你先对我启示 I swear he swear to him 真的就这样做了 他真的就sold his birthright to Jack了 就把他的长子名分就给卖掉了 哎呀 你不会觉得 这个卖的 太轻率了吗 太太轻率了吗 于是雅各就把饼和豆 红豆汤 他不是只有红豆汤啊 那饼也给你吃一点了 哎 你看我对你还不错 我跟你 你要的只是红豆汤 我现在连饼都给你啊 你不要再反悔就好了 这以扫啊 吃了喝了 起来就走了 这就是以扫 轻看着他 长子的名分 哎呀 爵士啊 这些人啊 自以为这个事业很好 哎呀 根本就把自己都卖掉都不知道 他只要福分就好 哎呀 有时候啊 我们真是要求告主啊 给我们真正的敏锐的心 什么是重要的 不要随便卖掉了 丢子的 有一些时候啊 我们讲的女人的敏捷 这个皇后的争吵 是不可质疑的 对不对 哎呀 这都是我们一样的 你把长子的名分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碗红豆汤 就可以交换了 你把神看在什么地方啊 所以上帝早就知道 这孩子就是这个样 他根本不在意 为什么不在意 我反正我就有老大 你还能拿我怎么办 我反正我能够要用刀 用枪 我照样抢回来 我根本不在意 那个什么名分的事情 那个虚的 我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要的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 我有车 有房 有什么什么 通通都有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敢对我怎么样 卖给你 随便讲讲就是 反正你也不可能他骑过我 他的意思是个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一地呢 曾经有一次饥荒 亚伯拉罕还在的时候 那因为啊 这个以萨生的这个两孩子 他60岁 那亚伯拉罕是175岁时 他100岁生的以萨 也就是说他有15年 这个就在这个15年当中 小孩都在的时候 那次有饥荒 这时候又有饥荒 这个鸡荒来了 以萨就怎么样 就往那个 这个 这个 基拉罕去了 这句话很好 他不是讲那15年之间 他是说啊 你知道这个 这个 西伯仁啊 from time to time 不同的时间就产生 就有饥荒 天不下雨 跟踪也没用 对不对 就就就没事 没辙了 因为有饥荒 这个后来呢 在这第一次饥荒之后 又有一次饥荒的时候 好 他这个英文有一句 Besides Besides the first man 就是在这个第一次 在亚伯拉肯的时候的第一次饥荒以外 又有一次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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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是同一个饥荒 是两个饥荒 Isaac went to Abimelech King of the Philistines to Gera 所以那以以赛呢 他跑到了基拉尔去找吃的了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地方靠海 海呢 有吃的是从海里生产的嘛 那么到了菲利士王 亚比米勒 Abimelech 这个字就是王的意思啊 他是一个头衔 所以每一个这个王都叫亚比米勒 那 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了 说啊 好 你你已经到了南地啊 要前往了那个基拉尔了 不要再下到埃及去 你呢 要住在我所指的是你的地区 Don't go down to Egypt 听哦 他对以撒说你不要去埃及 但是他对雅各去神 你可以去埃及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性格不同 神对以撒的性格 大概也摸得很透了 这个孩子啊 有的吃 他就选择了 所以跑到埃及 跑到世界可能就上不来了 那雅各却不一样 雅各的性 性情已经被主啊 通透的这个变化过 摸走过了 他现在要的 他不是要那个 世上的那个好的 这个吃喝玩乐 那个这个珠宝成堆 他不在意那个了 他在意的是与神同心 所以雅各可以下到埃及 你不可以 这以撒 这个 你一下去 这个恐怕 我的旨意 都会被 变乱了 所以 你只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就好了 有些时候 神会扩大你的境界 有些时候 神是要限制你的发展 因为 保护你 人是不一样的 你聚集在这地呢 我必与你同在 我也要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啊 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 我必坚定 我向你赴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啊 所以你要住在这里就好了啊 我要夹着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么多 又要将这地都要赐给你后裔 并且地上的万国 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这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 遵守了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典章绿地法度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的人呢 就问到他的妻子啊 那妻子是谁啊 他跟他老爹一个样 他是我妹子 为什么呢 又一样呢 同一个 什么样的老爹 like father like son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他不是怕什么 怕说这是我的妻子的话 那他心里想 恐怕是地方的人啊 为了以利百家的缘故要杀我啊 因为他容貌俊美啊 because she is beautiful to look at 这个红颜好像多薄命啊 红颜还会害死人 害死人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 有一天啊 菲利士那王 雅比米勒 他这个窗户里面往外看 这个家伙啊 他不是他跟他的妹妹呢 他怎么跟他的妻子 离百家戏玩呢 那个玩的方式啊 was carousing 是什么意思啊 是因为好像 逗来逗去的那种 很开心的那种戏玩啊 那只有太太才能这样的 他跟着女 跟妹妹怎么可以这样 牙比米 来来来来来 你上个过来 你过来 那么他就说话啦 对他说 他明明就是你妻子 你怎么说她是你妹子呢 哎 弟兄姊妹 这个 这一次的雅比米勒王 跟上次的那个雅比米勒王 上次 那个 对他的 那个 亚伯拉罕的妻子 萨拉 非常有兴趣 把他就带到宫中去了 对不对 就 出了状况 那个 这一次啊 学乖了 观察许久 确定他 根本就是你妻子 你怎么说她是你妹子呢 哎呀 以撒说 对不起啊 我心里就是这样想 恐怕我会因他而死啊 这个亚比米勒王 你向我们做啥事啊 这个民众都显现有人 不与你的妻子同情了 把我们就陷在罪里了 你看看 这个亚比米勒王 非力士人的王啊 还是不错的 还是有良心的 还是有道德观念的 对不对 险些把我们放在罪里 所以他们还是有就罪的概念 brought guilt to us 你这个太太差一点 就要 easily have land with your wife 都快要跟你老婆起睡觉了 你知道吗 于是啊 就是小运种地 凡沾着这个人 或是他妻子 我就要把他治死 surely put to death 所以那个 以撒就在那里耕种了 哎呀 那一年啊 就有百日的修成 你看啊 无论他做什么 好像那个祝福啊 真是大大的祝福他 他到亚比米勒这边种地 因为他 亚比米勒早就跟他父亲讲了嘛 你可以随意住在我这里嘛 是不是 只是他父亲啊 住一住 就回到那个西伯仁去就是 这个以撒呢 也是碰到这种情况 就在那边种地 那边有水源嘛 所以啊 哎呀 那一年就百倍的收成了 100 times what he plans 弟兄姊妹啊 我是觉得 人的工作不需要太久 一年百倍什么意思啊 一百年 对吧 你一年一倍的话 就是每年的收入就是正常的 假设每年收入 这个一万美金 一百倍就是一百万吧 也就是你一生都 就一年就搞定了啦 他就仓大 日增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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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大户户啊 The man grew great great and grew more and more until he became very great very great 好好玩喔 所以英文讲的很单纯啊 grew great 好大好大 那grew more and more until he became very great 但是中文翻的多好听啊 这个中文比英文好听太多了 他就仓大 日增月圣 成了大户户啊 大户户啊 很有意思啊 日增月圣 这中文翻的真的漂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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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大概也就是 变得越来越大就是啊 他有羊群 有牛群 有许多的仆人啊 哎呀 这个 本来你这个 知生义人跟着老婆来到这边 结果你现在弄一弄 哎呦 你这不突然都起 这个 变得大户户啊 都压在我们头上 非利式人就嫉妒他 envy him 人啊 看不得别人好 你普通好你很可怜啊 给你一口饭 人家是愿意的 你稍微越来越强的时候啊 人家就盯着你看着 盯着你的碗里啊 盯着你的东西 盯着你的老婆 盯着你的什么钱财 就是这样子搞啊 不是永远都一样的态度的 当他父亲 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 他父亲 徒人所挖了井 非利式全给他塞满 塞满的土 不让他们在那边 亚伯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你比我们还强盛呢 你比我们更多 更多啊 你来我们这边干嘛呢 你走吧 你走吧 以撒就离开那里 他就到了基拉尔谷的地方 支搭帐篷 住在那里 还在那附近呢 只是在另外一个地图 就好像我们这边叫Handerson 然后你要往北去 哎 你就发现了 西北方 很好玩 那边都是好像盆地一样 基拉尔谷 当他的父亲 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 挖了水井 对不对 因为啊 菲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 就塞住了 那个以撒呢 哎 就干脆把他怎么样 再重新挖起来吧 因为已经知道里面有水 依照 依照 人照着他父亲叫 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那么以撒的仆人呢 在谷中挖井 又得到了一个活水的井 你看了 他原先有的地方被赶了 那挖了井 在那个基拉尔谷又被赶了 这个基拉尔的牧人 和以撒的牧人就相争真净 说这个水是我们的 那个以撒就给那个起名啊 叫做什么 埃瑟 埃瑟是什么 相争的意思 因为他们与他相争啊 他好不容易弄了一个井 是我父亲弄的 然后你们再跟我争 那么好吧 给你们吧 以撒的仆人又重新挖了一口井 他们又为这个井再次争进 于是啊 这个名字啊 就叫做西提拿 西提拿就是为敌 不仅是相争又要为敌 那么以撒呢 离开了那边又挖了一口井 那什么样 离开了 就不为这个井争进了吗 所以他们就给他就给他那个起名啊 叫做利和伯了 哎呀 这个是宽阔之地啊 我不要这个那么真的 我不要跟那么为敌啊 因为耶和华现在给我们一个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里 这个地方啊 怎么样 become fruitful Fruful 参圣 于是呢 就在那 和利和伯这个地方啊 上到别士巴去了 Went up from there to Beersba 那么当夜呢 耶和华神就向他前线了 说什么 我那是你父亲 亚伯拉罕的神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并且呢 要我仆人 为他的缘故啊 亚伯拉罕的缘故 是你的后裔凡多 所以呢 以撒就在那 别士巴 竹乌坛献祭 求告耶和华神啊 宁啊 他支撒帐棚 仆人就在那边 再次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 和他的这个朋友啊 军啊 这个叫做 亚护萨 跟他的军长叫菲格 这三个人 从基阿尔那边地啊 就来看看啊 觐见以撒 为什么呢 以撒说 你们不是恨我吗 你们不是与我真净和为敌吗 你不是都把我打发了 我也走了 你干嘛来到我这一样 他们说啊 我们实实在在看见啊 耶和华神实在是与你同在 你不论到哪里都是常胜的啊 别说这样吧 不如我们现在 就干脆怎么样 彼此启示 彼此立约 你看啊 亚比米勒 可能前边的王也叫 亚比米勒 这 这是他父亲吧 或者他两个都是同一个 哇 那是亚比米勒 他就和了很长啊 他就说啊 哎 你 我们彼此喜事啊 彼此立约 他们不是跟亚伯拉罕也立过约吗 你的后裔也不能这样对我们啊 对不对 使你们 使你不要害我们啊 为什么 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啊 一味的后代理啊 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啦 对不对啊 啊 那个真经的事我不管啊 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啊 你是蒙 耶和华赐福的嘞 好啊 我们这样吧啊 就就就是启示立约吧 啊 那时候啊 这个口头的立约就很有价值啊 以撒就为他们摆设言习 好了 那既然是来求和的就一起吃喝了吧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 以撒就打发他们走了 他们平平安安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呢 以撒的仆人就来到这边 将挖井的事告诉他 他说哈利路亚我们得了水 他们才走 We just found water 所以啊 他就给那个井 在别士巴的井 叫做士巴 所以才会把那个城叫做别士巴 虽然那个别士巴这个名字啊 是后来才起的 但是以前呢 就一直常常叫这个名 什么叫士巴的井水啊 就是蒙约之井 蒙约蒙氏之井 因为他们才怎么样 才起这个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然后他就找到这水了嘛 所以那个城叫做别士巴 他那个井叫做士巴 就是蒙氏之井 你是直到今日啊 当以撒四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啊 以撒大概就一百了吧 对不对 以撒是六十岁生以撒跟那个雅各的 以撒四十岁他不就一百了 他就娶了赫人 叫做比利的女儿尤迪 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八十岁为妻 哎呦 一下子就生了这个 娶了两个老婆 一个是赫人的 两个都是赫人的 两个是不同家的女儿 哎呀这个这个奇人之福啊 这两个啊就让grieve Isaac and Rebecca Spirit Spirit 让这个以撒汉这个利百家呢 你里面就烦恼啊 憂愁啊 好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知道你们那边太晚了 老师要稍微控制时间一下 因为我这边越来越洗了嘛 好那那就交给你们了 那看看哪位弟兄姊妹 我看看啊 我希望今天 找些人来讲啊 那个玉颖你能够讲讲话吗 西语你待会也讲一下好不好 来玉颖你先 你那麽声音出的来吗 啊 啊 西语不方便啊 不要不要不要紧 不要紧 好 玉颖你那个声音出的来吗 可能出不来哦 啊 不会不会啊 西语啊 哎呀老师很想念你们的 哎呀好 那这样啊 知道 呃 玉颖可能声音出不来 啊那 小霞姐好久没讲 没听到你声音啊 小霞姐你现在方便讲话吗 很感谢主 方便是方便 但是 感觉到 是自己惭愧啊 嗯 今天听了老师这样讲 我感觉到自己真的有点惭愧 好像老师讲了呢 亚布拉罕又娶了妻子 好像我在鲁圣经读了 嗯 算是这样有了好几趟了 但是都没有概念 亚布拉罕又娶了妻子 嗯 嗯 在这个方面我真的有点 嗯 还有一个 嗯 我读圣经读了这么读 真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指点 好像啊 一扇 听他不声音 这里我读而读 但是真的 读圣经真的要老师教导才对 我读了 嗯 今天听了老师 嗯 一扇 因为他不声音 他求告杨海华 然后允许他的求告 所以他的妻子立白家怀育了 生了两个小孩 两个儿子 但是感谢神 嗯 我看到那个一扇 亲看了长子的名分 有时候我也在想呢 我们信基督教多有福气啊 感谢神 我们地上有福 将来天上有福 别人一众福 我们又传两扇 普通话怎么讲 就是我普通话不会讲 双层的福 是吧 地上的福 还有天上的福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不到那个医生的时候 亲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我们有时候 现在我感觉到感谢神神带领我们 我以前信主的手 别人要问我 信主好像 我也亲看这个名分 真的上帝爱我 黎明我 我一个这么笨的人 上帝拣选了我 不看我的这么不聪明的人 还有时候还感觉到羞愧 现在想想真的是惭愧 这么长子的名分 我们信主也是新基督教 也是以色列人 也是等长子 都有福分啊 感谢主 所以我读圣经 真的读了以后 老师在那解释 是圣经慢慢开导我们 所以我能够更加会明白 感谢主 是老师今天讲了 那个 那个 一色挖井挖了他们 又又把它塞住了 又又挖那井 又 后来挖那井 叫寬护 寬护的意思是 成千 普通话怎么说 成圣的 很好的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不要和人家整 整的神给我的地方 我们真的是很宽阔的 感谢神 谢谢老师 这么慢慢一点点讲 是我这样愚愚笨的人的 也慢慢有点领悟起来 感谢主 我也不太过风险 我教个人吧 是 紫霞 紫霞 紫霞好像昨天见他 他也没有答应 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紫霞 他个不方便吧 那那颜弟兄吧 颜弟兄 好的 谢谢学校姐 谢谢老师 辛苦了 今天老师 给我们讲了25章 26章 这个在 还有20 小姐 针丝 做 你是 你 帮 你 你 Ah 那 你 男弟兄没有声音 温馨姐妹吧 因为时间关系 大家节约了时间 温馨姐妹方便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又回顾了亚伯拉罕 回复了以扫和雅各 包括以扫和雅各的出生 还有以什玛丽的后代 包括看到重要的是以萨 以萨住在吉拉尔 其实怎么说呢 看到说以扫和雅各的出生 我们都知道 以扫是清干了自己长子的名妃 因为体贴肉体 因为体贴肉体 因一碗红豆汤就卖了长子的生费 他也清干了长子的名妃 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学习的看见 让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基督徒的名妃 多少时候 我们自己也是否清干了 我们基督徒的名妃 我们也都知道说 犹太人长子可得 就是有四种福费 第一个就是得父亲的祝福 第二个是得家业权柄 得家业的权柄 也就是君王的职费 第三个就是得双费的家产 第四个就是得维权家祭祀的尊称 也就是祭祀的职费 这在撒摩尔记上20章的29节 所以就是长子可有四种福费 那么这看到说 以扫是何能地轻视自己的名妃 只顾自己的肉体 其实看到以扫和雅各的时候 让我们带出了很多的信息 让我们自己对着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 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否真的也会体贴肉体 就像罗马书所说的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平安 其实圣经上的话 我们都知道 当事情环境人事物临到的时候 我们师父真的会体贴圣灵 还是体贴我们的肉体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 那么说以撒住在基拉尔 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有点 两次下埃及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就唯独亚 就是以撒没有下埃及 在饥荒的时候 我们知道雅各也下了埃及 还有以后的出埃及 那里看到说以撒 他为什么没有下埃及呢 是因为有饥荒的时候 他要下埃及 但是就是神不让他下埃及 就是神向以撒献献 告诉他不要下埃及 需要住在他神指示的地方 也就是那个基拉尔 基拉尔其实就是那一年 没让在饥荒的年代 没让以撒下埃及 反而那年有百倍的收成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恩 在这三年的疫情当中 虽然外面我们有大饥荒 但是我们平台上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都有百倍的收成 这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 让众弟兄姊妹的生命 都有成长有改变 这真的是像以撒一样 有百倍的收成 非常感恩 那么也从这几个人物当中 给我们也很好的 有学习精神的功课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今天就分享这些 把时间交给金牧师吧 我今天本来想讲 但是我今天难过 有点想吐 我们就来祷告吧 其实那个 刚才笑笑想的时候 我就想接着主 还有当中难过 很多人都难过得不得了 我们来祷告吧 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 让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 主啊 就像老师今天是说的 这个以少 轻抗了 当时以少也是 凭着肉 血气所行的事 神声发红 然后她也看到她是喜欢在世界里活动 常在田野里面耗尽了心里追求俗世的事 所以泪红了 眼睛也只看到看中眼前的物质 所以泪红豆糖 所以她会轻视属天的福分 轻看长子的名分 刚才他们也讲了 然后雅各式预表属灵的生命 雅各式预表是生在以后的 但是后来是后来生的 洗手先生26节里面都讲完了 德旧呢 远不在乎人的挣扎努力 所以呢 抓住那个姨嫂 抓住姨嫂的脚跟 然后让我们也看到 德旧呢 在乎神的拣选 所以将来大的要服饰小的 喜欢与主交通 为人安静 这是那个雅各 我们要醒悔 那个像雅各这种 喜欢与神交通 就是为人安静嘛 活在教会中 常住在帐篷里 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羡慕蜀天的福分 把长子的名分卖了 然后那个他把长子的名分也买了 因为他看重 也吭服代价 蜀天的福分 将那个饼啊 跟红豆汤给了姨嫂 这也是他要煮出来的 给姨嫂的 换来 那个长子 他也是付出有代价的 他也付出代价 后期的代价更多 所以我们要学习 那个上帝为什么祝福雅各 雅各 为什么从人的眼睛里 好像雅各很诡诈 为什么反而得祝福呢 所以有个神的心意 神是看内在的 总体来讲 以赏是代表属世的 然后 那个野地灵 所以那个血气的生命 然后雅各是代表着属灵的生命 预表属灵的生命 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得 我有时候会说我们要学习雅各 雅各会抓住神的应许 他也知道上帝是个什么样的 上帝是个什么样的心意 所以他在亚伯渡口就会抓住你 若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犯过你 这也是我常常鼓励大家 说要抓住神的应许 别一直靠自己 当然我们要去努力工作 但是你一定要 按照神的心意 为你成就的事 你才能够去做 自己去做的都是要付代价的 以斯玛利就是这样 为什么以赏会 那个杀来跑在上帝的面前 看到自己不会生 所以把以斯玛利给了 这就是他自己 后来也是带来很多的麻烦 又怕自己的孩子会跟以斯玛利 夺那个财产 所以把他赶出来 因为这个前面 那个夏家也有亲抗他 亲抗他祖母 所以各种原因 你做了什么一定是什么 我是觉得说有应有果 因为你是整厌做 所以你的果结果是会整厌的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不要凭 眼看的要凭神的带领 不要自己按照自己的血气去努力 那是白费的 所以说是神给你的 你去努力 你是有价值观的 像我们今年都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得天上和地上的祝福 我们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圣经故事其实我们真的也是很熟 但是我们要学习 主要真正学习圣经里的一些警戒和榜样 我们是要下功夫的 主要我们重在我们听进去明白过来 能够行出来 圣约我们每个人都从每一个人物中间 领悟到警戒与教训 还有学习的榜样 阿爸父每个人物都有正反 主要让我们也看到说 哪个是跟随上帝的 是被神的灵感动而成就的 我们就要跟随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 主要在新的一年里面 一开始我们就跟随圣灵 圣灵你也负我们完全的责任 感动弟兄姊妹做当作的事 主要走当作的路 阿爸天父我们向你感谢 为弟兄姊妹 主要新的一年 他们的婚姻 他们的事业 他们儿女的子孙 都按照你的心意 为他们成就大事 愿他们有一个可目的心 聆听的 主要打开他属灵的 能够做礼物到 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才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阿爸父 吊转我们的心态 让我们回转在你的里面 亲爱的主 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 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谢谢你这样的眷顾着我们 虽然我们世人 都有软弱的手 都有亏欠的手 但是我们无论怎样 我们都要主啊 寻求于你 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我们常常会说这样 因为我们太愚拙了 有时候 主啊 每次读经 主啊 他们读的时候是读了 都没有属灵的看见 主啊 愿我们 主啊 听了老师一次再一次的解释 主啊 让我们读经的时候 真的说 主啊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由你与连接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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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不叫我们遇见 是他 叫我们 叫我们 托灵 因为 国度 国度 全体 荣耀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好 明天晚上我们七点钟平台上见哦 啊 老师你尽管睡啊 老师就可以了 老师再见啊 对 明天是礼拜五了 对 是在北海的 我们要到教会里啊 有半通宵祷告 希望每个人都能来啊 就是在北海的弟兄姊妹 你们都要来哦 好的 再见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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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一堆了 如果他生意有 一堵腿 三明天附近 十五天坡才到那裡 你真的被他忙了 嗯 這樣弄好 當阿嬤 啊 當阿嬤 啊 有人是 我會想去 所以我對他們沒有什麼 我會想去 嗯 不是他們人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不可以 嗯 所以我不喜歡這種人 嗯 你不提我還沒給他 上去下面 自動自動 啊 如果這邊有很多車 你都想去 好 你坐好了 說你出來 你當然沒 是 嗯 看到嗎 不要 好 好 那 你現在沒錢 啊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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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你说 他不白了冷静 本来是从上面下来 嗯 你准备一下 都不知道的 这沙沙那会塞 有多这个巧笑会塞的 从去乔上过了 到今天上顶家会发电送 这下面中间报灯 啊 接报警 这就是 我今天没有发什么了 你有 你家死掉了 啊 哈哈 每天都有咖啡的 有哎 我每天都有咖啡的 他小事 但是我最近咖啡的比较少 就这样咖啡 我跟你讲啊 你大小 你就咖啡 先咖啡 你咖啡 大咖啡 对 可能你也都说变了 是 可能是什么 也 就不一定 啊 我觉得我的身体不是太好 是这样讲的吗 我不敢去做这个 走的 第一没有多余的钱 第二 哎呀 不知道你之后 做了也不好 好 嗯 嗯 这 组到今天也比较多了哦 去再动来 走回 这边的了 哦 等一下哦 他介绍我认识,他介绍我认识,他介绍我认识的阿肯。 Kennie? Kennie是我和阿肯的共同朋友。 Kennie就是Kennie的弟弟。 你讨论他? 你讨论他啦。 是讨论他? 你讨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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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ie? 你讨论他? 因为我以前进店了老板的朋友。 你讨论他在哪里? 不是在警察,在。 应该在警察,或者在辽坡。 你讨论他? 没有,没有。 因为Kennie的路来的。 Kennie是,我讲他是算是, 他也不懂我讲完全是黑社会啦。 但是他跟黑社会有关系的啦。 就是说,有一点辣辣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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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晚上我有鼓励 我再会再挡落 不去死了